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控制生产品质 以及食品安全的追踪溯源 也因为有完整的生产数据的真实呈现 可以用来作为产销会议展开排成计划的基础 以及改善生产制成提高生产效率的依据 生产现场的透视对管理者 不管是在日常工作的安排 或是整理策略的领定上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另外中享也导入一个即时报工的一个制度 用平板电脑就可以即时掌握到 日清日节的一个生产资讯 大幅提高的产能 同时我们也正式加入一个产销协调会议 透过BI系统可以自动产出一个用量参考表 提供给业务还有生产 可以做滚动式的八周需求的计算 可以帮助生产需求预算 还有排成的需求准确性 导入SS5T生产看板 可以直接由电脑桌面上看到 生产的数量 即时的可以看到 不用一分钟我就可以知道 整条产线的生产做话 可以让我们的开工率达到93% 还工率达到92% 因为ERP的导入 然后让我们的整个产销协调会 顾问它会产出一个BI的资讯给我们 然后我们会采购 然后包括业务包括生管 然后那个制造 我们会去共同去讨论 讨论出来一个 我们预计未来要生产的数量 跟预计要销售的数量 然后让我们的沟通能够更顺畅 然后更协调 那中翔这一次的专案导入的目标 其实最重要的重点是 希望可以透视公司的活力能力 那包含了我们协助他们 提升他们在成本核算的部分 其实他们现在可以很及时的查看到 目前的成本的部分 包括从通路的部分 跟从产品的部分 其实都可以掌握得到 我们重新规划了一个生产的流程 那导入了一个限边舱的一个领料机制 那可以让我们更精准的掌控原物料 还有生产自成的进行数位化管理 所以这些都可以让产线的成本控管 还有生产的效率都可以大幅的提升 透过SFT的报工 能够更有效的收集到完整的资讯 甚至能够更有效的掌控成本 那每个产品能够很确实的分析出来之后 提供给业务的报价 这边也能够更有效的创造出我们的利润 我可以每天知道它的数据 而且有办法去管控 让我的报备率达到3%以下 有这些数字才可以依照这些数字 去看我们是人员的问题 产线的问题 还是设备的问题 才能再让我们的良率再继续提高 ERP的部分 我们在建立内机内控的机制上 就是帮他们导成标准化 那现在的话其实很快的 这些系统上它的P号拉出来 它所有的追踪追缩的资讯 就全部都出来了 我们在整体的食安 还有管理的追踪机制 现在也开始陆续导入了系统 来做实验室的检验管理 还有场内的生产P号管理 食安议题持续发酵 无论从法令要求或消费者意识 都是食品产业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因此中翔也会积极导入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与数位化的追踪追缩系统 让民众安心使用的同时 也能自在生活 资讯化的有一个很明显的成效 因为我们的整个的生产排程 都很有效率的 或者说我们更了解的之后 都可以让我们可以及时地掌握 我们现在的生产的成本 那更可以能够透视到 我们公司的整体的获利的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